为了防范新冠肺炎,现在大家都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除了中央制定的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的距离规范之外 高雄市政府推动的新礼貌运动也早在各大卖场展开 包括民众排队购物或者餐饮座位都希望能够保持安全距离 避免接触或者飞沫传染 防疫势同作战,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 高雄市政府金发局特别推出新礼貌运动 希望大家在购物或者是吃饭排队时都能够保持安全距离 这几天中央防疫中心也做了更进一步的规定 已经把这个社交距离定义在1.5公尺 所以我们市府呢其实已经做了一些贴纸 也在我们市府的场域里面开始 我们也提供给了一些大卖场 包括加勒福等等一些 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贴纸 我想不只是保护自己 我想也是保护别人 防范新冠肺炎 高雄市政府早在两个星期前 就宣布要推动社交距离 并且制作贴纸奔发给相关单位 受到不少大卖场以及烂饭店业者的响应 民众也表示愿意配合 会啊会愿意配合 因为就政府政策也是保护大家 也联合了加勒福大乐等等 高雄市这些知名的大卖场 我想这边因为排队的比较多 我想中央防疫中心已经这样要求 已经是对全高雄市或者全台湾都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们最近会开始加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 不管是劝导或者是宣导 还有这个执行相关的规定 我想我们会最近来做推动 为了呼吁更多民众能够响应心礼貌运动 金发局还特别制作动画影片 将防疫期间的保护措施 包括戴口罩 勤洗手 尊重咳嗽礼节 还有保持一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等 希望用寓教娱乐的方式达到宣导效果 记者李正道黄莱军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